独神的话语 为养属灵生命 牧者带领灵修 传递恩典真理 牧者恩言 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收听牧者恩言 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文章 题目叫 主在乐园等着你我 作者吕保罗 经文 耶稣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路加福音23章43节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中国人是一个心灵流浪的民族 我们一方面追寻世间种种的理想 不论是功名利禄 荣华富贵 还是诗词歌赋 琴棋书画 这些似乎都是诗人们心中的明月 可是同时 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 还是有一种飘泽 飘泽无一 四海飘零的感受 低头思故乡 人们心里呐喊着 不如归去 可是家在何方 其实 这种异乡游子心态的根源 始至于人类犯罪后 被逐出乐园 这种诅咒 埋在所有人类灵魂深处 因此 人总是想要回家 却在世上 总是不得安息 总是找不到 心灵的归宿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场景 是一幅喧嚣混乱的图画 耶路撒冷城的人 几乎都出来了 要见证耶稣十字架的死刑 大多数人 被工会的祭司长和长老们煽动 仿佛一群暴民似的 嘲笑辱骂 并讥讽耶稣 统定十字架的一个强盗 也附和着众人来讥较耶稣 另一个强盗 应声责备他 这个强盗 承认自己是罪有应得 而耶稣是无辜受害 然后他转向耶稣 求他在德国之时 能纪念他 于是 耶稣说出了十字架的第二句话 对来自众人的嘲笑讥讽 耶稣充耳不闻 但是对于一个真心悔改的将死之人 对于一个自心底发出的求问 在痛苦中的耶稣 立刻回答他 给了他进乐园 得永生的确据 福音书里充满了这样的记载 父亲等候浪子回家 牧人寻找迷失的羊 让远离家乡 迷失的人们 可以踏上回家的路 无论你我 迷失沉沦到怎样的地步 只要像这样悔改的强盗 向耶稣发出呼求 就必得到永生的确据 可以与主同敬乐园 这乃是神大爱的彰显 让我们一同祷告 主啊 虽然圣经说 你世世代代 做我们的居所 然而犯罪的世人 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如腾浪子离开家 也远离了 真正的平安喜乐 感谢你的十字架 感谢你对 悔改强盗的应许 你对他的接纳 你让我们每个人 只要相信就有永生的确据 就能进入 与你同在的乐园 愿你的爱 临到所有的浪子与罪人 奉耶稣的圣名祷告 阿们